首先我必須說川普的性格確實強硬 因為那些都是當下直覺的反應 大家覺得說他那個正背疾夫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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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情大家覺得很厲害 可是大家不知道 這中間其實是很困難的 為什麼很困難 因為我們的特勤人員 其實都是美國訓練的 是同一套特勤的訓練 我們的特勤人員訓練的時候 跟他們一樣 你一旦遇到槍聲的時候 一般人的反應是趴在地上 他們必須訓練 聽到槍聲立刻站起來 就是跟直覺完全不同 那立刻做什麼事情 你的保護對象 就像現在剛剛看到螢幕上面 團團圍住 你的被保護對象 是被暗殺的對象 但是你要把他四周 全部包圍起來 也就是用你的肉身去擋子彈 那同時你必須要壓制 你的被保護對象的頭 讓他絕對不可以伸起頭來 不能夠讓他的頭 置於危險的地方 所以川普在那一刻 他當下我們當然聽到了一些 就是他說讓我穿好鞋子 讓我穿好鞋子 他要離開那個講臺的時候 他是整齊的 然後接著呢 他必須要掙脫所有特勤人員的手 因為這些特勤人員是要把他給壓制的嘛 那他要掙脫那些特勤人員的手 本來人家是為了保護他 可是他要表現出 我要站得直挺挺的 他是站到直挺挺的之後 接著他的右手伸出來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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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講這些過程 你要知道就是那種很強大的意志力 才會做這件事情 不管你喜歡或不喜歡川普 像我不是不喜歡川普的人 但是你必須承認這個意志力 是很強的 那麼重點是以他這樣的意志力 所以他說的你就不能把他當成開玩笑 他要全面加關稅 你不能視為開玩笑 他說要反移民 把所有的無政移民 全部都給遣返出國 你不能當他是開玩笑 他說氣候變遷是騙人的 所以他改變拜登 所有跟氣候變遷有關的政策 你不能當他是開玩笑 所以川普的三政策 關稅 反移民 以及氣候 反氣候變遷 這三件事情他都會做 而對全世界都會產生影響 這是我們必須要去認知 川普即將當選這件事情 所產生的影響 好 當然為什麼我說 這個選舉已定 但我不會說他百分之百 因為選舉已定是說 當然我覺得那個板塊 在美國社會很難移動 可是川普的潛在選民 隱性選民會通通跳出來 因為川普這個人爭議很大 那共和黨裡頭 其實有一批人覺得說 我雖然挺共和黨 可是我實在不想要挺川普 所以他們不願意跟川普掛鉤 這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馬斯克 馬斯克這四年來都反拜登 大家都覺得說 你應該支持川普 但他絕對不開口說 他支持川普 因為氣候變遷政策 他跟川普不一樣 可是這一次川普的 中擔之後的表現 他立刻在X上面 就就發文說 我全力支持川普總統 這個川普總統 讓烈士活下來了 就類似像這樣的話 所以這些隱性的選民會變成顯性 這會拉大川普跟拜登之間的距離 而使得中間選民更往川普靠攏 但是我說他也不是百分之百 現在只剩下一種可能 除非發生世界大戰 如果發生世界大戰 那選舉可能又會改變 我不能說世界大戰一定不會發生 因為如果在歷史上 為了挽回自己的選舉 所做的任何的事情 都必須視為是可能的 那我這件事情不是叫做陰謀論 我只是說最糟狀況 但現在看起來川普當選的機率 超過百分之九十 可是這件事情 他凸顯了一個就是 美國社會的分裂有多麼嚴重 去年加州戴維斯大學 他們做了一項調查說 如果要用暴力的方式 才能夠阻止政治呢 那麼這個產生不好的影響 你願意或不願意 百分之三十的人說 他們願意用暴力的方式 那當然講的是說 這個這個選舉被偷竊 那共和黨的居多 可今年二月的時候 美國公共電視臺做的民調是說 如果說呢 這個要用暴力的方式 才能夠讓政治上正軌的話 你覺得應該或不應該 百分之二十的人認為應該 而今年上個月 芝加哥大學做了一份民調 這份民調他直接問的問題是 如果要用暴力才能夠阻止 川普當選總統 以認為應當或不應當 有百分之十的美國人說應當 我現在只是要提醒就是 美國內部的那個仇恨 因為仇恨動員 才會使得拜登講出那一句說 現在是時候把川普置於靶心之上了 那就是那種嘴裡的暴力 所煽動出來的行動的暴力 是現在分裂的美國社會 很可怕的現狀 可是我在這邊要提醒的是 臺灣沒有同樣的狀況嗎 我這邊要公開的說 我今天看到自由時報的四版 我是非常憤怒的 在川普遇襲的情況之下 他四版的頭條上面用了一個logo 那個logo叫做自由日日 就是那個槍擊 自由日日槍擊 而且配的一個圖案 就是一個狙擊手的圖案 然後主要要攻擊的是 藍白在立法院的座位 請問一下 你就算是不滿意 需要用狙擊手 來對臺灣內部的同胞嗎